本來的故事 很難聽 歡迎回來我們的頻道 Tom & Oli 所以今天我要來 介紹一下我最近發現的 這個很好用的 一個海藻的 海藻粉的面膜 這個是我去年在逛 艾爾蘭的Christmas Market的時候 發現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本來就是非常愛用海藻的 就是我用過的海藻太多了 我用過艾爾蘭的一些當地的海藻 就是公司製造的品味去 海邊就是拿整桶小水桶 去拔新鮮的海藻在艾爾蘭賽桶就可以拿來使用 那就是我都會拿來加熱水 就是泡澡或者是拿來泡腳 我自己用過的 我知道有一個知名的牌子 開頭是LA了 他們的所有的保養品 基本上都會參加海潮的萃取物 那因為海潮的功能非常多 尤其是對皮膚 我自己用了也蠻一陣子的 我通常就是一個禮拜用一次 就會發現皮膚明顯變亮 然後它會稍微有點控油 那同時它又具有抗氧化 就是如果開始有一點 戲有時候過了一定的年紀 就會開始皮膚就會有一些狀況 所以用這個我就發現它很穩定肌膚的狀況 一次我用完是完全沒有使用 甚至化妝水甚至基本的保養品 那當下晚上甚至到隔天早上 臉也是完全不緊 因為愛爾蘭的天氣現在還是偏冷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效果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還蠻厲害 我之前有買另外一個品牌 就是很多在愛爾蘭的飯店也會使用的 它是V開頭的 那他們家有賣海藻肥皂 賣曬乾的海藻 然後甚至是海藻萃取出來的凝膠做成的面膜 那通常它一小罐大概是 我沒記錯的話大概是48歐左右 那它就是50冒這樣子 那它因為都是人工之後去萃取跟加工 那為什麼我後來覺得這個真的太好用的原因 是因為一定要推薦就是 它百分之百就是海草 那它就是沒有其他的東西 它裡面就是單純就是海草磨成粉 然後就是曬乾磨成粉 就是沒有任何萃取物 也沒有任何添加劑 沒有任何防腐劑 覺得因為跟著品牌 因為品牌知名度 價格稍微偏貴 所以大家就會跟著風一起去買 但是實質上 到底對皮膚的好處是什麼 我到最後發現其實有機的 跟最天然的東西 其實對人跟皮膚 才是最就是溫和的方式去包 調一下大家要怎麼用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的量 湯匙就是小湯匙 兩湯匙左右 就可以用兩個人的臉 這邊很重要就是你加 要加就是燒開的熱水 然後先加一點點 然後你就開始攪拌 然後因為只要一開始就加太多 因為如果你一開始就加太多 它就會變得太 太稀 然後如果你是要拿來敷臉的話 它就會一直 就是從臉上流下 所以你一定要加熱水 它才會完全溶掉 然後這時候你加熱水的時候 你就會聞到就是 全部就是那種 很像小時候吃昆布糖的那種 日本昆布糖的味道 然後就這樣子給它攪拌 然後就這樣子給它攪拌 所以我現在就是 用一些在臉上 然後我跟大家說要怎麼用 然後我剛剛就是 因為攪拌完了 它就變這樣了 所以它其實是 不太留得下來的 就是有點 稠稠的這樣 就會把它 它 我發現如果是用湯匙 其實也還蠻好用的 所以它就直接往臉上這樣抹 然後就自己把它這樣塗開 抹在你需要抹的地方 那如果你有痘痘 或是其實 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稍微皮膚有點 因為風刮傷 或者是 感覺有點發炎 或者是 一些 皮膚小小的一些狀況 我去塗它 它完全不會有 就是 刺激的感覺 因為 你有時候抹藥 或是抹一些東西 它就會有點痛的感覺 但是它就是 完全就是沒有 然後它就這樣塗 我發現用小的湯匙 就是 它其實還蠻好 抹開的 然後就自己去照鏡子吧 因為我這樣子 看著這個 鏡頭其實不好用 是一週 我們就是固定會用椅子 那我主要就是 弄在 全臉 先厚塗一點 然後你再自己 慢慢的看著鏡子 去把它 弄開 那我建議是 它熱水一加下去之後 你攪拌 一下之後就可以把它 敷上去 不要等到它冷掉 就是然後跟 昆布的味道 就是如果你 你不是很怕 這個味道的話 就是你可以用 真的是 難得一件 的好產品 所以一定要推薦 OK 所以我現在去照一下 鏡子就是 把它稍微抹 平均一點 每一個禮拜 可以用至少一次 但是我覺得用兩次分開 就是每隔兩天用一次 也無所謂 Anyway 現在就是等 然後它上面是推薦 大概 五到十分鐘 但是我自己個人會 放置十五分鐘 就是盡量讓它 稍微乾一點 然後不要馬上就是把它 洗掉 但是如果你一直等 等太久的話 它其實就會自己乾掉 然後它就會開始一直掉 所以 就是 也不用等到那麼久 大概我覺得十五分鐘 就差不多 那我等一下就是 洗掉之後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OK 所以我剛剛 因為 沒有注意時間 然後 我要去送一些 就是 海草粉 所以有點乾 所以我現在大概是 敷完 然後我的臉的狀況就是 我只有上一個 類似 基本的就是 一罐 保濕的東西 就沒有再加上 任何乳液 或者是 化妝水 那我覺得就是看 個人的膚質狀況 那我個人是建議 一開始使用的時候 就是因為如果你不確定 它的 對你的臉 臉的膚質會有什麼狀況的話 我建議大概就是十分鐘左右 然後 如果你的臉部是比較敏感 或者是 比較薄的一點 就是我建議大概就是十分鐘左右 就好 因為它同時包含有清潔 尤其是對男生的話 如果你是比較毛孔容易會有 出油 或是會有粉刺 然後毛孔出大的的話 它其實都幫助就是有效的清潔 但是又同時保濕 你使用完之後你的臉也不會緊繃 但是它又同時也可以幫你控 反正就是它就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東西 因為 有不同的使用 然後他們的感受就是都不一樣 那我自己的話 用完就是我覺得我的臉明顯有變 就是亮 然後 尤其是這中間的部位就是 比較不會 毛孔越來越小 然後我也不需要再去用 其他的泥膜 或者是面膜 甚至是鼻貼去做清潔 就是只要這一罐就夠了 Anyway 所以就是我裡面會附一些 這個官網的 information 然後跟海藻 對皮膚的好處 那唯一一個比較 我覺得可能對大家來說 可能是缺點就是 它 不好清洗 因為它乾掉之後其實就像 如果有人用過那種火山泥膜之類的 它其實比較好清洗 因為它就只是海草 只是如果你說你要在Sink裡面洗 你就是要比較耐心 可能要稍微用水這樣輕輕的推 把它弄濕 然後就會它就比較容易推掉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能就是 我的方法是 我直接敷完 那我就大概10分鐘15分鐘 我就直接去沖澡 然後洗頭就直接把它洗掉 那因為它是完全有機跟天然的東西 所以你洗完之後你的浴室 你的浴缸 你的水槽是不會有任何殘留的顏色 那它只要一碰水它就容易帶掉 所以它就是麻煩就是麻煩在這邊 如果你說你自己要用 那你要在Sink裡面洗 你可能就是要花一點時間 它沒辦法讓你說 當成極速就是補救的面膜使用 它就是more like 你要relax 你在泡澡 然後你可以敷 或者是你今天放假 然後你要做一下臉部保養 我就覺得很適合 然後真的它的好處太多了 那大家只能就是自己去體會跟體驗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留言 或者在Instagram裡面就是 Drop a message 那我都如果知道的話 或者我可以再去跟老闆他們詢問 都可以再跟大家做事解答這樣子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你們看見 會不會再寫 還是有什麼問題 會不會再寫 我會不會再寫 你會不會再寫 我會不會再寫 你會不會再寫 我會不會再寫 你會不會再寫 感谢观看